廟會隊伍不斷前進 翹落打鼓和鞭炮聲 響徹整個小鎮 演員林文儀邊跑邊拍照 記錄下一張張難得的照片 突然女主角韓瑜美麗現身 這條路要去天氣壁他們家的 他坐女兒坐很久了 王爺說我可能要去跟他一起 是啊 天氣壁人家真的很好 王爺說你都要補充一下 韓瑜引領王爺叫班的隊伍 到大街小巷祝福其他鄉親 大家都相當感動 不過韓瑜要做的不只有扛教而已 真的要讓姓陸爭招育 家庭有什麼主意 韓瑜霸氣有個性 不為艱難喜愛挑戰 不敢相信自己可以獲得七個醒筊 接下宮廟的新竹尾 也讓周遭的鄉親拍手叫好 這次我已經很嚴重了 百名才是王爺的 怎麼再細細念好嗎 今天來這裡 請求王爺公完成你 請求王爺公幫你打三天 男主角柯淑源在最新台劇 阿榮與阿鈺中 因為欠債回到家鄉 與韓瑜在嘉義重溫美好感情 讓人看了心都融化 這次阿榮與阿鈺整個劇組 前往嘉義當地取景拍攝 而沙王船就是嘉義東時重要的傳統信仰 每年農曆五月都會把精心打造的王船 送入海中保佑漁民平安 而這次戲劇融合嘉義小鎮民間信仰 更喚醒台灣獨有傳統文化 一屆地氣又有趣的劇情 讓劇迷直呼超級期待 東新聞綜合報導 未知能 上司 小鎮民平安 未知